无敌可以随便放 看看两个人怎么搞 会不会商量好 有没有可能商量一下 在这边还在想 全人还是重中之重 有人给我发信息说 ADC是反曲弓 那个奖杯 ADC是反曲弓 刺客是多蓝箭 蛇女 这太功力了 这个英雄想想就很功力 就一开始也收到了 法师里面感觉 这两个英雄是单挑最猛的 瑞兹 感觉瑞兹就有点中庸了 而且选瑞兹就撞到 推拉枪口上了 但是瑞兹打蛇女 真的挺难打的 对啊 这不是撞枪口上了吗 主要是你摸不到这个蛇女 你被Q到 你就难受得要死 而且现在又是征服着蛇女的天下 当然我觉得solo他可以选 我直接就是 还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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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还没锁 瑞兹锁了 瑞兹锁了 推拉 感觉蛇女也锁了一二 也是推拉 哎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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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奈特一看大神不妙 瑞兹打蛇女又看点 又看点 奈特表情僵住了一秒 慢慢露出了尴尬而又不是礼貌的笑容 看到蛇女已经在想了 怎么办 就这把怎么去打 我想想啊 缩到圈里肯定是打不过的 对 拖了八分钟 瑞兹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我觉得 就只能看前面能不能 多几个Q 前面也有点难打 真的很难 这个对线我们往往说 瑞兹打蛇女 之前我们说召喚人侠果 职业对局的优势呢 他有稳定控制打也可以来 对吧 蛇女腿短 然后瑞兹有扶纹禁锢 定处打也可以来 瑞兹主要是很灵活对吧 我还能去帮队友 我还能开车支援队友 但是现在这个 这里也不需要开车了 发现不需要这种技能来跑路 就是一回家走两步就到了 但是瑞兹呢又比较特别 他大招还是得学 因为大招有带这个 这个一挂上一级Q弹势的伤害 把那个东西给加到大招的被动上了 所以你还不能说说 我搜了我不学那个许净这边 好像也不行 看看怎么办吧 感觉还是挺吃操作的吧 就是瑞兹打蛇女 其实我们自己玩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有点难 就没法打 他只要能碰到蛇女的时候 蛇女必能Q到他 对 就只要被Q到感觉 瑞兹是没有任何操作空间的 奈特这边也是选择了向卫猛冲 三个蓝宝石 冲起来 三个蓝宝石 那不应该是合成二性蓝宝石了吗 合成一个这个输 也是蓝的 蛇女这边是带了一个护盾 那个 无效化法球 对 无效化法球 来 Q到了 第一下 先发指 先胶着上 没有学W 两级Q一级E 前面的推线来讲瑞兹是领先的 而且他这个三水晶的一个出装 会让自己在前期的蓝号不太担心 你说Net这把会不会推了就 蓝打完就回 蓝打完就回 有蓝就推 主必流 是吧 因为发现这个效果很好 法师英雄其实这方面挺有优势的 是 赶紧套出手机 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 Q到了 而且他这边点两级Q嘛 算是一个主Q的 感觉前期是以消耗为主 他可能是想等到缩圈的时候 直接拼一波的 对 而且主要是 他反正这种征服者 现在这种带法 缩圈那一波 我觉得就太猛了吧 你想一下 他征服者是必叠起来 然后 对 其实就感觉就是站路有点无敌 但是你看Net这边其实初期通过自己的走位 现在站住了这个上半部分这个草丛 是比较有利于自己去躲技能的 而且这个推线你看 哎 逼 果然 来了 来了 主必流 但是这边推了很懂 不想让你回城 猜到了吗 Net被逼走位了 但是影响不大 再去试一下我觉得就神作了 应该 再去试一下 并没有 因为其实放给你回家也无所谓 因为他地下没Q到 他地下没有触发征服者 他以为那个草里没人 他如果地下Q到 我觉得Net也就会老实一点 看见Net这个装备 感觉出装上偷一手 会不会 偷一手 这个真可以 因为瑞兹这个英雄本来大家都懂嘛 是比较适合出这种装备的 现在也是渐渐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反正身边面具之间装备出了嘛 我觉得最后那个时刻的对拼就心里有底 是 就有容错率在那摆着 对 哎 想吃对面雪 反正没刷新 踩过冰线 这时候不让吃冰 但是很难吧 我觉得蛇女 走上来 你还是要退一下的 对 挡掉了一个炮车的经验 我今天还是不好说 其实 感觉这把又是要打到这个缩圈了 这真的挡得出任何结果 又Q到 但是冰线又被推过来了 Net其实再推一波线 又有机会可以回家了感觉 这波炮车线 Net如果全力交技能推的话 肯定是更快的 现在Net这边等级是有优势的 嗯 而且走位也很好 一直很注意这个推大蛇女的Q 哎 来了 这波越的冰线直接上来打 打被躲了 而且瑞兹打出了相位猛冲 这样一旦这个没有石化到 我觉得瑞兹就不会再给机会了 又Q到了吗 对 现在蛇女没大的话 感觉瑞兹可以稍微凶一下 不太敢上去拼了 而且现在瑞兹飞验速非常快 那又可以毙了呀 这波推完炮车线 这波会不会考虑去吃一些肚疼 这波冰也比较多 哎 一层 继续推线 Net这玩法就比较聪明 哎 迟到了 他这个直接推了毙了 感觉推辣也没任何办法 是啊 现在也没大招 就这波你是不可能再越着冰线去打了 推辣现在就只能 再等一个大 等一个大 或者就真的是为缩圈做准备了 对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呀 你这个时候对面也不给你直接对线杀他的机会 哎 这波Net不毙了 不毙了 现一手 会不会推辣这边以为毙了 然后出来摊波线 但是好像没有 推辣也毙了 那这样推辣的推波线 不毙了 但你看补刀上 都很扎实 拉不肯差距 甚至推辣 我刚才看了一下补刀还领先几个 但是Net多吃肚层吧 对 对吧 经济应该是差不多的 但是里面补刀钱好多 来 经济差不多 再推一步 哎呦 这波推辣回了 这边是Net领先了100块 哎 送兵 送线过去 哎 这波很灵性 很灵性 反正这 这个一级曲情之约 你让他回线感觉有点短 回家 看看这两个蓝水晶怎么合 先来一双稳剑鞋 再来一个仪式的章节 还是要做大天使 那这边蛇女的一个冰枪做出来了 是 有了这个装备的话 其实缩圈的时候就很顶了 减速到瑞兹这边没有地方可以跑 而且主动效果还能加一点伤害嘛 是 我感觉等下缩圈的时候 可能会直接来一个R伞 感觉打到很有机会 Q到了 冰枪 早就找CD 早就找CD 是 这不着急 反正离缩圈应该还有一会儿 再吃个雪 这波晃完了之后 把自己雪上拉上来 没Q到 没Q到 主要我看到 另一个小魔抗抖锋 买出来的时候 我感觉 Night是不是也要成员免具了 应该是了 对吧 他这另一个小魔抗抖锋买出来 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了吧 先出一个二级鞋 对吧 让自己这个走位更容易 那推拉买不了鞋怎么办 打招做减速 这个位置他应该也知道对面不会回头 他就是试探性的 对试一下吧 反正现在应该是还够到缩圈 这把肯定铁定是要打到缩圈 分胜负了 就Night这边操作真的很细 他是每次都抓紧蛇女放R的时候 给他一个背身 如果一个不小心被定到的话 这边感觉推拉就这样别拼一波了 推拉大招放得有点急 他现在还有七十秒左右的CD 那这波可能要出问题 这波可能要出问题了 因为除非你坚持到圈整个缩完 那是八分钟整 我们看一下 他现在大招六十秒对吧 这个是六十 一分钟 但是还有七秒后就要缩 他要在圈里整整坚持五十秒左右 他才有大招 这可怎么办 来了 突然死亡模式 现在进入到了比赛最后的白热化阶段 谁拿到人头 谁想取得比赛的胜利 而且比赛的场地将会越来越小 现在还是Night有一个推线 然后一个主动拳 Night出了一个幽魂斗篷 又有心理解了 又有心理解了 好肉啊 他应该是钱又不够 这边面具 这个圈来了 来了来了 打起来 推拉没大招 脚皮把减速到 但是对面打出风奇线一套拉开 而且等你征服者 这个层数消掉 回身再打 征服者续上了好像 这个位置还不好说 大招还有十秒 蛇女大招还有十秒 很关键 现在推拉就希望等到十秒之一 有大招我们再来决一死战 圈越来越小了 这个大招还有四秒 里面打起来 走位开光盾 大招好了蛇女 大被闪现躲了 没蓝了 蛇女 这波两个人都在疯狂的走位 在这边来冰了 福温禁锢 闪现最后一下平安瑞 自打到这个人头 哇 这下闪现躲蛇女大有点过分 这波其实就是闪现制胜 但是这个蛇女大前摇你觉得 有点难说实话 想到你凭反应 我觉得很难吧 这波起本上是一个带预判性的一个闪现 最大的那个前摇实在也太快了吧 总而言之我们还是恭喜Night 当然对于推拉来讲 这场比赛确实在最后一个大招上 倒数第二个大招用的稍微急了一点 导致其实早早进圈之后没有晃大招的这个机会 对这边是Night的思路一直很清晰 就我也不想跟你打我就推了线然后走位 我们再一次恭喜Night 我们2019年全明星法师组的solo kick 这场比赛实在太精彩了 怎么我一出来就发现已经站在中间了 刚才打的实在太兴奋了 这场比赛看的是 我觉得刚才几场比赛看起来 最后这一下 我想问一下那个闪现是预判的还是反应速度 这个太夸张了 反应速度 我刚才我一度在后台认为可能是有一些预判 确实太精彩了 那最后你对这个怎么说呢 刚才整个法师的solo kick下来 我们发现有功力选手 对吧 你觉得最功力的是谁 不知道 我刚才收听你了 是的 确实都很厉害 来 请接受我们的法师solo kick奖杯 来 果然是一个多蓝界的一个 是的 形状 代表着法师嘛 那刚才玩的还是应该是挺开心的 你们互相之间是听得到说话的对不对 对 就打的是因为等语音超奋的 想问一下 你在就是今天比赛开始前 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碰到这个多蓝界的奖杯 也没想过吧 就已经想好了第一轮直接溜了 想好第一轮直接溜 结果溜到了最后 确实打得很精彩 因为法师solo kick 我们刚才看到像战士 他们是互相之间聘一些小操作 法师就是各种技能 包括一些小的套路 来 我们用掌声再一次恭喜knight 拿到了我们这次前面竞赛的法师solo kick 2 2 1 谢谢大家